小葱 朋友们好 买了一把小葱 咱们今天做非常好吃 非常香的葱香花卷 先把葱洗了 买豆腐口不少 先用豆腐做一道下饭菜 豆腐也洗一下 小葱切碎 尽量切的碎一点 接着热油 油热到冒烟就好了 把葱花拖香 葱香味太足了 接着放盐 13香 拖完油再放调料 要不盐就发苦了 早上发的面 今天天天冷 发的不是很好 这是我发面最差的一次 压扁 把葱花拖开 把葱花均匀的抹一层 卷起来 接着切成小剂子 用筷子在中间压一下 这是花卷最简单的做法 面发的不太好 就用凉水上锅蒸 这样水加热的时候 面有一个二次发酵的过程 上汽后蒸15分钟 准备一个调料汁 放盐 13香 鸡精 白糖 辣椒酱 生抽 老抽 老抽 蚝油 淀粉 加水 这也是一道非常简单 好吃好做的菜 搅匀备用 热油 豆腐下锅 瓦成小块 瓦的底刀切了要入味 把豆腐煸黄 放葱花炒香 炒香放炒好的鸡 小会炖上5分钟 还凑法 不是特别好 汤汁收浓就好了 今天那花卷蒸的太失败了 刚出锅看着还行 锅了一会儿就变成四面卷了 吃着味道还是不错的 今天豆腐咋样 特别好吃 花卷呢 还行吧 还行吧 哈哈哈哈 好好好 花卷怎么样 两哈切哦 豆腐挖的就是比盗切的要好吃 吃着入味 今天的萝卜更入味更好吃了 上午烤的啥呢 上午烤的 有苏小 还有没有 想不期待 不是苏小语味 哦 苏小语味 虎小语味 花卷今天做的失败了 不过豆腐做的还是特别香的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 咱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